安波CSL中超足球快讯 2021年5月13日 深圳队男组山东泰山 周五傍晚 中超继续火热进行 深处A族的深圳队将与山东泰山上演角逐 山东泰山经济开局继续强队本色 而且球队网季占据上风 山东泰山金扑有力全取三分 在输给广州队之后 深圳队在广州城身上找回了信心 球队最终4比2重返胜轨 而深圳队经济在外援方面 引入了阿伦卡迪斯 祖安昆达路以及华卡素 加上上季就到来的高林 进攻端的实力变得更加强劲 不过在面对强队时 才是考验深圳队的时机 球队在与广州队的比赛中 被对手不断施压 进攻端发挥不出效果 最终以0比2落败 而金帐对手山东泰山并非等闲之辈 深圳队过去六次面对山东泰山 只得一和五负的糟糕战绩 当中得失球比达到4比16 此番面对经济变得更加强大的山东泰山 深圳队还是不宜过分高估 虽然摩西斯利玛和阿古德斯因签证问题 未能在第一阶段住策入名单 但山东泰山依然有助强劲的开局表现 球队前四轮联赛取得三胜一合的佳绩 这不得不说他们的稳固的防守 前四轮只失掉一球 如此坚固的防守 可以让前场球员更加放心地进攻 费兰尼和郭田宇这些高老坐镇 山东泰山在高空球战术上占据一定的优势 另外 虽然薅俊敏 金靖道和吴兴涵都提前一轮去国家队报道 无缘金账比赛 但山东泰山后背依然人才挤挤 后背深度十足的山东泰山 定必不会让深圳队好过 感谢收听安波CSL中超足球快讯 按赞和分享是我们的鼓励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